他認為他很了不起啊 他當到什麼國際學術啊 他的收入啊 年收入啊 他享有的公民富貴啊 名文立揚啊 他的學生逃離滿天下 可是他沒有信仰 他只會認為他自己是對的 你證明了你縣世報成功的那個果 可是你的過去沒有修那個因沒有用 你的脾氣還是那樣不好 遇到境界還是脾氣會出來 到最後叫做一樣 你只是有個名位 董事長比較有錢 你有權利範圍 你可以影響一些人 可是你心性的極速還是在低的層面 一個成功的人 比方說我們香港李嘉誠 我覺得他的身口意行為還不錯 我不瞭解他沒見過他 可是我在台灣看那個新聞媒體報導 還有看他的Google他的故事 他應該是柔軟的 你知道稻稅 稻稅那個米如果越飽滿 他那個頭是越低啊 有沒有人聽得懂台灣話 聽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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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我如果越飽滿 他的頭是越低的 所以一個成功的人 他應該是 心是柔軟的 而且他的心量是寬宏的 可以海納百川的 我們今天在時常來佛堂 除了景仰摩 彌陀境界 除了跟隨上師修養 就是把我們那個心要揉亂掉 你有沒有覺得 每次你來佛堂 回去之後 兩個三個小時之內 你很好相處 真的耶 有差耶 你一個禮拜兩個禮拜沒有來 你那個心又硬了 叫你出門穿件衣服 你看不聽話就感冒了 你就罵小孩了 我覺得是這樣子 你 我們修行 如果以小聖來講 有私欲遊之 第一個 你必須要清淨善知識 第二個呢 你要聽聞道理 聽聞正法 再來如理思維 再來法遂法行 你時常親近這些和哀可親的上人 這些善人們 你的心當然也會柔軟 那你把成見放下來 奇怪你很好相處喔 你時常接近那個宗教 尤其是我們佛法 深入金藏 智慧如海 真的是這樣 左邊這個對錯 如果我們一直證明自己是對的 其實這條路是行不通的 對會走到錯 如果我們時常一件事情做得不好 反觀製造 糾正自己 看看哪裡有什麼不好 每次都修正 那你就是會從錯 從錯 每一次修正你會走到對喔 這個就是心性 用心性的修法 接下來如果我們在職場上 其實喔 最好的修行呢 最好的修行 就是你的待人處事 你來佛堂聽經文法 參禪念佛 那個是修行的前方便 如果你 了解佛法 這個在小聖的部分 你度自己夠用 可是我們大聖進土中是大聖啊 大聖你要度別人啊 度別人你那個要學六波羅蜜啊 你那個心地功夫觸對境界 觸對境界你沒有逐物流轉 你可以反觀製造 這樣子你會進步 你會進步 這個在很多大聖經典裡面都有講到 那你在觸對境界的時候 基本上你做好這兩件事 你的人際關係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第一 待人要靠度量 一個好的上司啊 功勞是會分給自己的部署 會給同僚 一個好的上司啊 看哪一個部署 欸 那個 他家裡太太大肚子要生小孩了 他是一個成功企業家 公司賺得夠嘛 他那個奶粉尿布就到了 待人要待薪啊 在軍隊有一句話 有這句話嘛 當過兵的應該都知道 待人要待薪啊 待人要靠度量啊 人家為什麼跟著你 就是因為你有度量啊 你有前途光明啊 你好相處啊 再來呢 做人要靠學問 你做人成不成功 要學什麼 學要怎麼問啊 你這個人好不好相處 其實 我們人都很驚 我們進入到一個陌生的領域啊 都會比較 把自己看小 渺小化 然後會比較拘謹 事實上 待人靠度量 做人要靠學問 你必須要觸對外境的時候 去問人家 謙虛的去問人家 我這句話講這樣好不好 對不對 你滿不滿意 這件事我這樣子處理 可不可以 人家會覺得怎麼樣 受尊重啊 受尊重 你們就會正向的能量交流 有正向的能量交流 在佛法上叫做 善因緣增長 其實就是同一個道理 那麼第三呢 你要學會做仆人 你必須要學會做仆人 仆人不好做耶 你要為大家服務啊 我這樣子做可不可以啊 你滿不滿意啊 仆人啊 是為普羅大眾服務的 這樣子你才能夠廣結善緣啊 不可能每一個人都是董事長吧 董事長高高在上 是被人受人家敬仰 受人家服務的啊 你如果到了董事長那個位置 表示你不會變了 表示你不會變 如果你一直都在做仆人 表示你都有 你有那個心態 你就是市長呈現在修行的層次 那你會成功 好 第四點 這句話台灣話叫 有沒有人會講台灣話 歡喜做感願受 歡喜做感願受 我們修行觸對境界的時候 會遇到逆境吧 人家會罵你啊 人家會質疑你啊 那個歐彌陀佛是真的假的啊 他為什麼感受不到 事實上真的是感受不到 因為離六根嘛 不是現實的世界啊 你說那個七寶蓮華啊 什麼香花淨土啊 什麼五色鳥啊 那個在現實社會沒有啊 所以他的五根裡面 他的六根感覺不到 他覺得那個是離世界的東西 他就不會去信仰你 你如果佛學知識 不夠 你怎麼跟他講 對不對 你沒有一顆柔軟的心 在態度上 你沒有一顆柔軟的心 在知識上 你的佛學根據不夠 你怎麼度他 他用科學的方法來問你啊 所以 在這一點的層次上 你要很喜歡去弘法 你不會因為 一個人給你反駁 你就 有挫折感 你就不願意去做了 通常我們對人家好 是不是人家一定對你好 不一定喔 可是你會不會因為 那個5%那個10% 去否定那90% 不會嗎 你有這種想法 你才會 在修行上 在心態上 發肥著感恩修 那你就會很輕鬆 你在你自己弘法的過程當中 你不只自己 來佛堂吧 有一天你也希望你的家人可以來啊 那力量就很大 那叫共修嘛 你家裡的人 那就力量就很大 那你可以到 提升境界就 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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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 講到這裡各位有什麼問題嗎 可以隨時舉手 提出來 那我兩點的飛機 兩點的飛機 所以我要趕一下 那各位這個有文字稿 看一下 那上半場 有什麼問題嗎